这个屋子大概住了五六年了 然后其实当时我其实也不是说 请一个专业的设计团队 来帮我们做这个整个装修的过程 然后就是自己在外面 就是网上找的一些空人帮忙做这样子的 从我大门进来开始呢 就是有一个很小的走道 那这个走道其实当时我是希望有一个鞋除在旁边的 可是当时我就请了这个工人做的这个鞋除 容量很不够 然后它是鞋的 然后有时候我鞋子比较大双一点 比如说像boots或者是high card的鞋子 它就很容易突破 风吹一下就掉下来 或者sliding door关不了 因为我的鞋子很多 我的鞋子整个加起来 加到我送掉的那些鞋子的话 应该有五六十双 所以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鞋子 加上我老婆的 以后family member的 所以就这样子的话 我希望一个更有容纳空间的鞋除 然后会解决这个问题啦 之后呢就会左边就是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我其实基本上没有怎么用 因为我是一个很少煮的人 那现在我结婚了 我老婆可能以后需要煮 那在煮方面呢 我们可能会比较更多的 在于中式的一些 中式跟西式的 参杂的一种煮法 所以可能明火炉还需要 最重要最重要的 还是储藏工间 因为这个厨房它其实 也不是很大的那种 然后 放个冰箱 然后洗手盆 然后背面就是明火炉 我不想把那些柴米油盐 全部都暴露在外面 放在整个台面上 会显得很乱 有时候客人来的时候 看哇你厨房怎么这么多东西 乱七八糟的 油啊酱油盐啊 什么都放在上面 所以就会 很多人 因为我希望可以更整洁 然后看过去 就是干干净净的 然后再出来之后呢 就到我们整个客厅了 客厅当刚开始的时候 家具什么我都是自己搞的啦 所以就是自己以为 怎么摆就怎么摆 然后很可笑 我还在那个电视那边做了一个 很像一个po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电视架在中间 然后那个当时也是 请了工人来做的 然后那个工人呢 就把地板给弄坏了 他当时需要钻那个棍 在那个地板里面 然后那个旁边有点点的损坏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做一个 就架在空中 然后旋转的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因为毕竟 后面还有开关什么的 你要去关灯开灯 也是很麻烦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它移到另外一边去 这样子可以 比较至少 进来的时候是一个 整整齐齐四次放放 感觉就是比较 就是简单 然后很多空间感 那尽量有储物 把东西都放在储柜里面 也不会暴露在外面 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说一下我们的房间 房间很重要 因为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那还有放衣服的地方 其实我们衣服很多 那么呢说到衣服 这个柜子是也没有怎么断过的 也是公寓它本身就有的柜子 所以我也没有去改它就放在那边 然后这个柜子其实装不下我们的衣服 所以我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去把柜子做的 让我们的衣服能够放得下 这个公寓它的外形有点有点curved 所以它的飘窗是有点吃进来我们的位置 而且还是个弯的那种 不是四十方方直线的 所以那个其实也是个空间的浪费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怎么样去把这些位置给利用起来 不要把那些多余的空间浪费掉 对 Bufftop OK在Buffroom里面有个Bufftop 然后它是我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一直在那边的东西 我都没有动过它 因为是公寓给的 所以这个Bufftop我从住到现在 基本上用的次数不超过十次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利用起来 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浓纳空间 然后最主要是可以省水 我们可以环保一点 用Bufftop水真的用了很多 然后省电 最近水电费真的涨了 大家可以节约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觉得我基本上又不怎么用的话 把它换掉会更滑的来 至于设计主题 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有什么样的主题 因为我对设计不是很了解 那既然现在找了设计师 我觉得可以让设计师来帮我一下 因为我大概可能就需要很多空间 然后对于房间的这些设计的东西 我觉得交给设计师 让他们帮我做一个Balance 所以我不会操心太多 我相信它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最主要可能 因为我这个房间的这个屋子的朝向 它的采光不是很好 那可能在灯光上面 需要一些做一些调整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会有暗区 有一些地方会很亮 所以怎么样去调整的话 也交给设计师 我相信这些都不是我能够去想到的一些解决方案 可能就交给设计师帮我解决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比较狂生的是 因为我现在已经做爸爸了 然后在不久的将来 我会迎来我的第一个宝宝 那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 然后比较安全的环境下长大 所以在用的那些材料方面的话 我们可能更需要往健康 还有安全的方向去做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我有一只狗 这只扑德它是比较顽皮的 有时候会吃咬一点东西啊什么的话 我也不希望到时候有些东西它吃到的时候 它中毒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些都交给设计师去帮我选这些材料 还有健康安全方面的去帮我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案子的成员是一家山口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就是因为他们刚生的小孩 才要有新的生活心态跟想法 需要更多储藏空间 而且整体来说 他们想要的感觉就是北欧式 比较温和温暖的概念 所以最后我就把这个案子接下来 重新规划他们整个家的设置 诶 凯莉亚 这是什么 这是荷叶 就是我们所说的 Hinges 哦 OK 因为我们都在 我做你的厨 我都会用这个荷叶 放在厨里面 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会慢关 慢关的意思就是 当你关门的时候 最主要是你赶时间还是你很处理的关 如果没有这个慢关的功能的话 你的厨就会有pang的一声 如果有这个 发出比较小的声音 它就会慢着关 这门顺着关 所以你就会没有声音听得出做 反正总是它就会减少那个声音的污染 对 OK 凯莉这次我们这个装修的话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改造 就是基本上把整件家重做了 呃 其实我家里这几个 蛮有几个点 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包括可能在灯光效果上面 有时候家里会有点暗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储藏空间 储藏空间对于我跟我太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东西很多衣服很多鞋子很多 包括它的包包很多 就反正很多东西 再加上我现在有个新的小徐出来了 然后它的东西也会很多 所以储藏空间真的很重要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 其实设计方面我就就交给你们设计师去弄 因为呃 我也不是很专业在这方面 那主要的就是可能走简单 大方 然后高级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房子最重要就是有基本架构 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一定有一个最佳方案 所以我们经过了很多轮的讨论 会议 brainstorming 最后我们现在有这个设计 希望呃 可以让徐斌觉得呃 整体是他所要的 而且我希望的是他搬进去住的时候 他跟他的全家人都觉得呃 我在整个设计的用心跟努力 让他有一个舒服的家人 好啦 那大概的问题呢 我能想到的也就这样子 那呃 不知道可能还有一些未知的问题 那就等你们去发觉了 因为我很放心的 把这些事情就交给你们啦 我明天就飞啦 拜拜 !